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台湾大学物理学系及天文物理学研究所的教授 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他同时也是新任的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第一个就跟天文的现象 观看的现象 观天文之地理 有关 我们来谈谈 等了128年 月眼金星 这个天象又出现了 大川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就在这个礼拜五3月24号的晚上 7点52分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 把闹钟标定在礼拜五晚上 7点52分 7点52分 前后会发生 其实大家两会都可以看一下台北天文馆的这些相关的新闻快讯 这个月眼金星呢 月亮在地球旁边绕来绕去 所以他总是会遮掩掉一些天体的 以前天文学家有一种观测领域就叫做月眼星 月亮经过了哪一个亮星 眼过去的时候呢 那个星星消失了 然后再从月亮另外一边再出来 有一点像月时日时这个概念 但是那个月眼星 它可以提供了一些科学上面新的成果 观测成果出来 那这个月眼金星呢 我们当然你也熟悉月亮 你也熟悉金星了 它就有一些欣赏的价值在里头 所以呢 又因为金星特别亮 要跟各位讲啊 金星是除了我们在地球表面看 无论白天无论黑夜 白天最亮的是太阳 是 那晚上呢你说一个大满月够亮了吧 第三个是谁 就是金星 那金星可以到负四等 4.4到负4.7 非常非常亮的一个亮星啊 但它突然在月亮的暗面消失的 我觉得这会非常精彩 而在3月24号 今天这个礼拜五呢 它又是一个一弯霉月 所以那个霉月的原因 那霉月的结果就是 它另外一面暗面还是比较多的 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亮星 瞬间就不见了 而底下刚好是那个月亮经过 对 但是它有时间有长有短啊 我们这次月眼金星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以前有过几次 在不同地方观察到的 那个月眼金星呢 可以到两个小时 会从正后方穿过去 那要看月就在轨道上运动的速度吧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个有趣的天象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可以花点时间看一下 很多时候月眼金星发生在白天 是看不到的 而这次对台湾 对台湾的观测者来讲是多好 那你如果这次不观测的话 下一次要在日落之后的晚上 看得到月眼金星 那要多少年以后 大军兄 那个你要讲我们当的时候几岁吗 200岁吧 100多 100多 100多岁 40年以后的2063年 没关系 牛顿说世界末日是2061年 所以 2063 但是别忘了我们再强调一次 本周五三月24号晚上 7点52分前后 会发生的这个天下奇观 接下来是跟地上的事有关了 成大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的硕士班 第一次招生了 这是为什么我 我觉得即使这样的新闻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这边提一下 是代表了台湾现在 无论是在国家太空中心 现在叫TASA 跟我们在教育上面的努力结合 很多大学都开始设立太空方面的系跟锁 中央大学是有太空工程 太空科学的系统工程系了 那现在你看到成大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的硕士班 也开始招生了 所以我们就提一下 让大家知道 除了说国家太空中心很努力的在做这些 低轨道通讯卫星 甚至说我们有在研发探约的可能 但是那是一个往外头发展的研发跟制作的尖端科技计划 可是你关键还是在人才 是 中心以人才为本 谁说的 本学期 112选年度独立招生收硕士生15位 这就是中心以人才为主 对我必须要说往后这几十年的时间 会是太空人才巨大的发挥的空间 所以完全如果你要从工作的角度来看的话 绝对不愁没有工作 我们当大学教授这么多年 常常就会有家长跟我说 你看现在这个领域哪个好 他能够升到哪个领域去 我真的觉得那个说不准 五年十年以后的领域工作领域谁知道 每年这么多新的领域出来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有这个能力的话 他可以把冷门变成热门 他给根本凭空创造一个领域出来 台湾就有零重力实验登上太空站 并且还得奖的这么样一条新闻 不过在介绍这个新闻之前 我还是特别强调一下 成大新社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硕士班 报名时间3月23号到3月28号 口试时间4月22号 5月4号五四就放榜了 大春生我觉得成大应该播点效务基金给你 帮他们做广告宣传的 不过我们的听友的收听习惯 常常是 我刚刚说的什么 那个讯息再说一遍来不及了 来台湾学生林中立实验登太空站 对上次我们提过这个新闻了 而现在呢 为什么要再提这个 就是中央大学的蔡志勋同学啊 他就让太空站上面的日本太空人若天光一呢 拿着一个宝特瓶 一个瓶子 然后里面有半瓶水 让他那个瓶子呢 垂直的直速时的转 跟横向的转 看那个水跟气体的分布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但是他却有在林中立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有趣的流体物理的现象 他的确就是一个宝特瓶的这个形状 还是说是一个比较稍稍接近完美一点的容器呢 那他就是一个细长的瓶子 所以你才会有一个垂直方面的转动 横向过来转动以后呢 那些水会甩到外面去嘛 气体在中间 然后他会观察气泡的形成的形状啊 然后你垂直的话会看得到水往两边去 所以他这个圆柱体的瓶子 圆柱体的瓶子 比较平均的 对对对对 不是真的保责瓶 当然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啊 就说你现在除了在国际太空战上 你这种小规模的实验 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做 无重力飞机 零重力飞机 那个 只要是零重力就可以 对 但是那个飞机呢 其实是一个专业飞行的飞机 也不要觉得是说你弄个小飞机上去 往下俯冲就可以产生零重力 哇 这也是对的 因为我以前在UCLA念书的时候呢 第二年的暑假就申请到了旁边那个州 沙漠州亚利桑那州 台积电的地方 亚利桑那州 Tucson那个地方 一个国家天文台的暑期学生的名额 那个地方是美国自己老百 一般老百姓可以去参加飞行学校考执照的地方 所以当时就有一个 年轻的天文学家 美国人过来跟我讲说 微信啊 你要不要跟我一块上去飞一下 我说为什么 体验零重力 因为他是 因为他是licensed pilot 有执照的驾驶员 但是美国管得很严 每两年都需要重新测试一次 你通过才能拿继续维持执照嘛 那他两年快到了 所以他想上去练习一下 找一个人一块上去飞呢 就可以分汽油钱 分摊汽油钱 你知道飞一个小时 我们花的多少钱吗 34块钱 一人17元 很便宜的 那就是一个小型三人坐的赛斯纳小飞机 上去以后 他说你想尝试什么 我说of course zero gravity 零重力 他说这可是你说的 那他那个翅膀先倾斜一侧 然后整个飞机滑下去 他不是机头直接往下栽的 那个叫坠毁 就侧的往下滑下去 整个我的头就撞到了飞机的顶部 然后下去以后再上来 他说怎么样 我说还要还要 很好玩的 但是有大型的飞机 美国有727波音727的大型的飞机 中型飞机 欧洲有Airbus 310 Airbus空中bus 310是广体的客机 727是窄的 美国跟欧洲都做的商业化的经营 那你到美国去飞一趟15个抛物线 让你感觉15次 每一次大概有30秒左右的失重状态 那个费用还好9000块美金 但是应该不至于有机会做实验 可以啊 30秒钟 可以啊 可以做实验 对 欧洲是这样 美国727呢 我看到的资料 好像多半都是让大家上去体验 家长啊 孩子啊 师生什么的 欧洲呢 他会让不同学校的学生设计的实验 带上去做 因为他是个比较宽的广体课级嘛 但是你每次这样的话 大概他二三十秒的时间 可是飞15次 所以欧洲的话只要7900块美金 受到日本人若田光一 在太阔人了 清点而且后来得奖的 这个蔡志群的高中科展的题目 零重力水窝这个提案 他究竟在实用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就科学上的意义 这只是物理现象的观察 但是物理现象观察以后发展出什么样的实用价值来都可以去思考啊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贵的是说 一开始提案的有日本啊 泰国啊 新加坡啊 这些那入选者 从很多提案的里面呢 有六个入选者上去做实验 若田光一时间也不多 但是呢六个实验里面呢 蔡志群这个实验就得到了一个最佳创意奖吧 得到了一个Crew Award 是 他自己也表示太空不只是个梦 也是人生的方向 我觉得很好啊 就应该有这样的机会让年轻人去闯荡闯荡 一个不算相关 但是也有一点相关的新闻 成本一万美元 有学生用48个AA电池和20美金为处理器 做出了一个小卫星 微小的微卫星 来谈谈这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AA电池嘛 也是小电池 你48个电池 跟五金行买的一个20美金的为处理器 一个micro processor 然后呢 另外用一边非常非常薄的塑胶膜 Captown啊 当然是聚西亚安膜啊 那你把这个膜进到轨道以后展开 试着让太阳光把这个膜反向推理后 让这个小小的卫星 能够加速提前回返到地球 在大气层里烧毁 所以这是一个自毁 上去自毁的卫星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就是证明了太阳光推动帆 是可以把太空船送的远的 那它只不过反过来操作 就说未来的卫星上去 以后等到太空法律 相关法律规定了以后 每个国家把东西搞到太空去以后 你要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未来等到它退休了 或者是失灵以后 要能够有一个安全回收的方式 就是变成垃圾的时间 不要超过几秒钟 这是很短的时间 那我现在销毁 对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 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 它是跟着其他的上SpaceX的火箭 一起跟大家分享了以后 设上去以后呢 其他人停留在500公里左右的轨道 但它过了没有多久 已经掉到470公里了 就因为它把这个帆打开了 太阳光不断的从背后推它 它就对着地球往下掉 那这个东西就证明说 这种想法是可以帮助地球轨道里面的 报废卫星提早回到大气层 因为如果你不管它的话 至少平均寿命 大专兄平均寿命了 一个报废卫星在轨道里可以待25年 是 那就是它就会变成25年的垃圾厂 对对对 然后以后你只要越来越多 然后万一一个碎掉 然后其他很多碎掉就完蛋了 所以它这一个有趣的卫星任务呢 就像刚刚大专兄讲的 花的费用是天文数字般的低 天文数字般还低啊 天文数字高是你10的十几次方 天文数字低是10的负多少次方的 所以呢一万美金对于一个太空能送到轨道里面去 它的五年之内就会回来的 这是很便宜的 而且它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啊 大专兄以后清除太空垃圾会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 嗯 所以希望大家能投入这个 所以就是在往这个领域上去就可能制造一个新的 可能不可以不管是赚钱或者是 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事大家都看得到各国也纷纷往里面去跳 那在这边你鼓励我们在台澎金嘛 台湾这一代年轻小朋友们 你不是很有爱心要到沙滩上去净摊吗 有人净摊有人净山 有人净天 对对对对 净天净太空都可以啊 不过有趣的是这个是布朗大学 美国的Brown University 这些学生们才花一年的时间搞出来的 一年之前他们只是上一门课 刚开始学太空仪器系统设计的 竟然一年之后老师跟他讲说 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来做一个卫星 一年之后就做出来送上去了 一万美金的费用啊 然后那些学生很有创意 他把这个卫星的名字叫什么 叫什么 SBUDNIC 你可以看得到S开头一定是satellite之类的吗 对不对 BU是谁 Brown University 那因为他也有意大利啊 什么National Italy 或者Consul 意大利的什么国科会之类的支持啊 但是好玩的是这个名字有他的谐音 SBUDNIC 它是个谐音梗 Sputnik 啊 史普尼克 对对对大真兄 那个俄国 俄国的第一个轨道卫星 1957年呢 10月4号进入的第一个Sputnik 1 然后11月3号Sputnik 2进去的 我以前我们都按照美国人的念法 叫Sputnik 1 对我女儿纠正 他去过俄罗斯 跟人家做学术研究 回来跟我讲 所以史普尼克是对的 Sputnik 史普尼克才是对的啊 所以很好啊 我是觉得这都给我们的高中生 大学生很大的鼓励 你可以想象 这些idea想法 你如果有的话 你高中大学生就可以做 这是我一直很希望推动的事情 是 就等一下再讲一遍 就医生想要推动的事情是净空 净天空 净空听起来好像我要出家的样子 自制裂缝者卫星 哎呦 我看了这个标题 就会 就会担心啊 什么时候可以发射呢 但是无中性好像很有很有信心 今年的第三季 裂缝者会 以前我们的福尉5号 福尉7号是跟SpaceX签约的嘛 那时候 尤其是福尉5号签约 那时候SpaceX还没有那么 意气昂扬的赚了好多钱 然后在市场上骄傲的不得了 所以那时候签了还省了很多钱 我记得前任的那个 前两任的那个主任张会祥跟我说 他们签的早 所以赚到了 那现在这次裂缝者 本来是要跟法国 亚利安太空公司 那不是亚利安5号 已经快退役了吗 搞亚利安6号 一直搞不成功吗 那是巨大的火箭 但现在我们上次讲过 一个小火箭叫VegaC 织女C 织女青是Vega VegaC的火箭小火箭 但是呢去年12月 是失败了 失败了 所以失败以后 这些后面的发射都会受到影响 那本来应该是今年首期 就是这几个月就应该发射的 那现在希望调到暑假里面 因为他自己抱到一个 真的是很难过 抱到的一个火箭了以后 他需要想办法重新rearrange 所有这些原来跟他有 有合约的这些发射者 但是呢 希望今年暑假 能够顺利让裂缝者 几乎是台湾的 大部分自制的一个卫星 上去了以后 那这裂缝者就很好玩了 它是一个气象卫星 气象卫星 但是他去测量水面的高度变化 他接受的GPS讯号 GPS从水面反射 他直接从GPS来一个讯号 同样的GPS打到海面上 回来的讯号 他接受到来自同一个GPS的卫星 一个直接到一个反射的讯号 就可以从两个讯号的比较 知道海面的高低运作 风力温度压力什么的 很聪明的一个卫星 裂缝者 希望能够顺利 台湾的自制卫星 好的 接下来就是日本 日本最新的主力火箭 H3 发射失败 而且妙的是下令摧毁 那下令摧毁是 这跟 绝对跟战略有关了 呃 是这样的 每一个火箭发射的时候 上面都带有自毁装置 因为你不知道 他万一摄灵故障会往哪飞 如果对着人口 複密鼓飞过去的话 那是难以设想的事情啊 所以每一个火箭上 都有自毁装置 然后每一个发射场 尤其是美国的现场 除了你NASA 除了民用企业的人的话 总有一个空军军官 坐在那个地方 手指摆在前面 一个红色按钮上面 他没有别的工作 唯一的工作就是 随时准备自杀 随时准备把这个卫星摧毁 所以以前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很想做太空船上的太空人 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就很想当那个空军军官 所以日本的H3火箭 是他们一个大力推广的中型火箭 它的承载重量 基本上至少是4000到7000多公斤 4公吨到7公吨 甚至可以到十几公吨 所以这H3可以发展到 还不错的一个市场 但是它在上次尝试以后 就上一次上个月想尝试 没有能升空 但是后来在3月7号 发射升空了以后 速度不对了 它已经飞到蛮高的了 也就是现场的日本人 观察的时候 好高兴在那边欢呼舞蹈以后 看不到火箭了 结果声音广播传来说 因为它失灵了 所以就摧毁了 直接按了那个红色的按钮 然后大春兄 如果大家有兴趣上网络去看那些所谓的 failure of rocket launch 就是火箭发射失败 会看到很多 尤其是当那个火箭一起来就偏掉了 它只要硬弯以后 根本还没有让它翻第一个跟斗 就看瞬间在空中炸掉 那就是地面控制 马上 免得它打到管理台 是不是 对 我倒没有想到这些贵宾 还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看火箭发射 H3是观测卫星的运载火箭 一般也被认为是美国探空探射科技公司 日本 不是美国的这个SpaceX 跟那个Falcon 9的潜在的竞争对手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就是美国的SpaceX Falcon 9 给大家太多启发了 就是又一个成本低的 然后一个回转速度快的 然后又可以送很多卫星上去 然后很便宜收钱的 对 而且还带着红牛的 SpaceX也有红牛 每个人都有 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H3 发射以后15分钟传送自回指令 15分钟已经飞得非常高了 一般的太空梭 8分钟就进到地球轨道了 是 可是仍然在另外一条新闻里面 提到了太空战略受阻 大概会推迟多久的时间 影响会很大吗 这就不知道了 因为日本人 日本人讲的非常委婉 他说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JAXA 就日本太空中心的一个主要的名誉教授 说我们没有办法立即想到可能原因 只能思考 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失败 那么你讲的跟没讲 听起来是没讲 好了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稍后片刻 我们回来看看 这个85%的火箭舰体 由3D列印制程 今天进行的单元 孙维新谈天 孙维新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 我亲兄啊 这个85%的火箭舰体 由3D列印来制成 这个叫做Taren一号 人组是吧 人组一号 Taren一号 原定美东时间 3月8号下午1点 开始首次发射 要成为全球第一款 成功进入轨道的 甲烷燃料火箭 但是 但是怎么了 但是又出了故障了 这是我觉得 本来这些错 我讲挫折跟失败 本来就是成功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充满创意的 怎么讲 初创公司 朝太空发展的 这个公司叫做 Relativity Space 相对论 相对空间 对相对空间 OK 所以他做了第一枚 全球第一个3D列印的火箭 他的火箭 像刚刚大专兄 你讲的 85%的火箭舰体 他的身体 跟他的零组件 甚至包含 他的火箭的引擎 都是用3D列印 打造出来的 但是现在3D列印 有很多不同的材质 不像以前你只有 高温热熔胶 然后巧克力 做食物 玉米 小麦还是玉米 现在能够做的东西 材料太多了 所以他能打造这个火箭 你想火箭要 要爆炸升空 然后点火烧 什么那些 那个材料不得了的 但是他们想做3D列印 尤其他用的燃料是甲烷 是液氧加上液态甲烷 这个同样SpaceX的星舰 我们讲最大的 Starship 马斯克他们很想发射的星舰 Starship 下一个新闻 我们会提到的 也是液氧加液态甲烷 那一般正常的 列印9号SpaceX 是液氧加煤油 煤油 不要觉得说 这是我们古老的时候 烧煤油灯的 那个煤油不一样 煤油也是很有效果的 这些燃料 但它不是太环保的 是的 那欧洲的亚利安6号 是液氢加液氧 这就像太空梭的 那个巨大的燃料箱 那个大桶子 是液氢加液氧 然后日本的H3 也是液氢加液氧 这就是我们现在谈过的几个 但是结果呢 我还真的去看了 Terran One 他要发射的影片 那之前他发射 然后停了 就不行了 但是呢 这一次 你知道大春兄 已经到了倒数计时 零秒钟火箭喷火了 喷下以后就停了 我还没有看过 这样的状况 他们的转播人员 也是一帮年轻人的初创公司 这个NBA很多 都叫绝杀球 最后 这个是必杀 是被杀球 但他其实 希望能够让Terran One 火箭发射成功 经过了所谓的 最大动压点 叫做Max-Q 每次我们看发射 如果大家看内航的话 就会听说起飞的时候 在多少多少秒之后 你会听到 通过一个Max-Q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东西 就是说 给火箭本身造成 最大外表压力的那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飞的越快 大气层对你的阻力就越大 因为粘质性 流体力学 你飞的速度越快 它给你粘质压力就越大 但是呢 同时你飞的越快的时候呢 它就越稀薄了 因为你往上飞 所以你会感受到的压力呢 一个是来自你的速度 这个曲线是往上涨 因为你速度越来越快 另外是个大气的压力 是往下跑的 两个曲线的交叉点 那一点就是Max-Q 所以如果你通过这一点的考验 那Q是什么意思呢 皇后 关于那个皇后 其实是个比较的点 比较的点的意思 所以它专业 最大的Max-Q 所以呢 那它想做的这件事情 如果它能发射成功的话 它就变成第一个 在3D的火箭 带着液态甲烷的火箭 能够进到了地球轨道 而且它这个3D的成本很低 60天可以做一支 60天可以做一支 对对对 60天可以做一支 马斯克那些讲法是说 我要回收我的09号第一节 第一天回收下来 第二天我就要能用 所以大家现在都看到这种 迅速回收的商机 你反复能用的话 60天可以做一支 以后可能就一天 可以做60支了 是啊 是不是 这个速度 你让我想到了谁 你说 古登堡 印刷 大神兄是 15世纪 16世纪的时候 欧洲的 对 他当然比那个谁 他是1400年 15世纪中的人 对 那古登堡 他 我只记得说 印圣经吗 对啊 古登堡圣经很有名 他比毕生要晚了400年 毕生是1000年的时候 他1400年 对对对 但是呢 古登堡的圣经 一旦做出来 印刷 活字印刷 外国人活字印刷 比中文大家简单的多 中文活字印刷 你要不要刻多少字 他就是26个字母 但是呢 他那时候一开始 要一本圣经的 专心认真的修到 是一年能够超一本 create 创造一本圣经 那也很快 对 但是古登堡 他活字印刷出来后 一年就能印500本 瞬间那些修到事就 失业下岗了 我就觉得这是另外一个 我消灭你 与你无关的事情 不过现在想想 一年光台湾印刷的 这个连杂志在书 就七八万种 七八万种 还不是本 OK 这还是现在比较 比较舒适 比较低迷的时候 来 我们来看看 马斯克怎么给天文 打强心针 我们也讲了好多次 他的星舰 Starship 是 既然波音所做的 这个Artemis Artemis计划 所用的大火箭 能够顺利发射升空 那马斯克 这个星舰火箭 就开绿灯了 您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星舰比SLS 还要来的壮观 然后星舰发展的速度 非常快 两三年 它就可以试射了 波音搞那个SLS 搞了十年 是 所以呢 大家会觉得 你万一马斯克 甚至超越了SLS 早发射了以后 NASA根本就直接 可以把SLS 送到博物馆了 因为你现在的火箭 又大效果又好 速度又快 是 你为什么还用 波音的老掉牙的火箭呢 但现在还好SLS 终于发射升空以后 马斯克也能够 开始认真做兴建 他马上就要试射了 但是他说了 有50%的几率 会爆成一团 美丽的火球 他这是想要 让人赶快买股票 还是想要卖股票 我觉得是 第一个是打预防针 第二个是创造话题 为什么呢 马斯克的说法 你想这种有钱 就是任性 他完全不在乎 这个任务 如果爆炸的话 会损失了多少 他的财富 他只是说 无论是50%机会 进到的轨道 成功进入轨道 或者是高几率爆炸 但他保证 这个任务过程 会令人兴奋无比 不会无聊 不会有片刻的无聊时间 尤其最后爆炸 大家都也看到 他这个话等于没说 跟刚才那个谁一样 对吧 不过他这个星剑 说老实话 我觉得马斯克 只是这样说一说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 他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测试 而上次的 他所做的一个星剑火箭 飞离地面 就是起来以后 安全再回来的 那已经是2021年5月的事情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一年半了 一年半多了 所以他 但是至少他今年 有几架星际飞船 还在等待任务 恐怕有一年 有一艘 今年会成功的进入轨道 如果他进去轨道的话 那根本是给波音 SLS一个重击 重大的压力 好了 接下来跟现实的战争 乌尔战争也有关系的 受到制裁的影响 俄罗斯新型的飞弹预警卫星 再度延宕 它是一个正在研发中的 预计划 它已经能够做了 但你可能 譬如说晶片被控管了 所以他里面用的一些原材料 一些高级精密的东西 他就没有办法再从西方世界拿到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 西方世界做了很多精密的东西 当年无论是俄国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就拿去做他自己的东西 同样的俄国做出来东西以后 西方世界拿回去用 美国的甚至军方用的 擎天神火箭 ATLUS 它那个引擎是俄国的 英国更不用说了 委托俄国发射很多便宜的东西 所以当时的 在过去俄乌战争之前 这个东西方 不同世界里面 这个太空技术的交流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那也就是全球化的一环 但你现在就是 硬生生的把全球化切断了以后 俄罗斯就拿不到 这些关键的组件 所以它本来要发射 十个预警卫星 就是要看地球上什么时候 谁发射让飞弹起来了 但是它现在只发射了六个 就卡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它老的卫星 最老第一代第二代有101枚卫星 但是重点是我觉得 大春兄我在这边想介绍个有趣的东西 它这101个卫星 绝大多数不是处在地球同步卫星轨道 也不是处在跟太阳同步轨道 也不是处在赤道什么什么鞋的轨道 它处在闪电轨道 什么意思 闪电是以前 俄国人把它一系列的这种通讯卫星 名字命名叫闪电 而这个闪电轨道 绕地球一圈半天 我们说第一轨道的卫星 600公里的绕地球一圈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太快了 所以你不断的从各国上面高速飞过去 你想要监测什么国家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如果你拉到地球同步卫星轨道 很麻烦 24小时23小时56分绕一圈 离地球36000公里 但是你俄国又是在高纬度 你其实会希望看到美国高纬度 跟俄国高纬度 你知道美国那边飞弹起来了 你知道飞弹朝俄国落下来 这才是观测的地方 这才叫预警 那才叫预警 对 但你如果在36000公里远的地方 然后从赤道角度看过来 都太斜了 所以俄国很早 60年代就知道 我觉得这理论计算真的太厉害了 这个轨道是倾斜的 但倾斜60几度 可是它是一个椭圆轨道 就像我们上次讲 绕月球那个概念 近的地方很近 远的地方蛮远的 结果是什么 远的地方出去以后 它越走越慢 越走越慢 在外面这转很慢 速度很慢以后 下来接近地球的时候 速度非常快 那你让这一圈慢的时候 就是监控美国 好好观察 好好观察 每家 慢的时候好好观察 所以半天的时间 你原来是地球低轨道 绕一圈一个半小时 它现在搞了12个小时 但是也不算太慢 因为它在12个小时 它还能反应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莫尼亚 它叫 莫尼亚 所以这个轨道很特别的 我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太空有好多 有趣的知识 当你用科普方式来讲 连我们一般民众都能够懂 懂了以后就觉得 有知识上的收获感了 我们还有一段节目 稍后片刻我们要问问 OneWeb放弃俄罗斯 挟持的36颗卫星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抢劫生意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3月21号星期二 春分之日 孙卫星谈天单元 喂英雄 刚才我们讲到了 受到制裁的影响 俄罗斯新型飞弹预警卫星 再度延宕 这里头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高维度 是不是 就是在俄国想要去 反过头来观测 或者是监视 美国人的行动 两个国家都在高维 都要走这个 经常讲大圆 大圆 所以都是高维度 都是高维度 因为你可以想象 美国在北半球 美国跟加拿大 他们在北半球 那俄罗斯也是在北半球 更高维度 如果美国要打俄 俄国的话 他就飞弹起来 他不会去绕赤道 不会从台湾 从日本这边过去 直接经过了北极 就会打的 他需要是监控 那监控谁 是监控美国 还是监控俄国 当然监控美国 你希望在飞弹起来 就知道了 不希望你自己监控 你们俄国被炸的惨像 所以他就需要有长时间 能够监控高维度区 包含了美国 包含了俄国 那你那一般的轨道 是做不到的 尤其是我们很熟悉 说很珍贵的 以前我们在NASA用的 紫外线天文卫星 就是在地球同步卫星轨道上 因为它跟地球的 自转的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他一直盯着 地球上一个点看 所以他可以监控 地球上的通讯 气象什么东西 监控同一个方面 但问题是 你在赤道上 你只能看到赤道 低维度的地方 所以才发展 这个Money 俄文讲的闪电 因为它原来的 一系列闪电 通讯卫星用的轨道 它一个椭圆轨道 飞上去以后 走地球的高维度 然后很慢 虽然离得比较远 虽然距离不断在改变 不像圆形轨道 距离都一样 距离不断在改变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对 有时间又长 半天 然后下来以后 哗一下又绕出去了 所以他们俄国是 当年把大量的卫星 摆在这个地方 一个上去了 一个下来了 一个上去了下来 所以always有卫星在上面 监控 是 它的对 它对面的敌人 美国的一举一动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学 天体力学 谈一些卫星轨道 我觉得蛮有趣的 比较容易有想象 发挥想象 对对对 另外 那个oneweb放弃了 俄罗斯所挟持的 36颗卫星 这件事情 好像不是 价钱的问题 总价大概是5000万美元 的卫星 可是这里头 还牵涉到了国际政治 对 因为我觉得 俄乌战争 所产生的涟漪效应 飘荡出去 在非常多的国家 非常多的层面 都造成了影响 我们以前讲 英国的oneweb 也是要在地球周遭打造 一个通讯网络的 你看英国有oneweb 然后每个大国家 都有其他的 就是跟SpaceX的 这个什么东西 Starlink 是 不如他 但是自己要搞自己的 那英国交给了 俄国36颗卫星 不断的每一批发射 这一批交给他36颗卫星 以后 打仗 打起来了以后 英国也就必须要跟着美国 去制裁俄国 俄国说 那你制裁我就不帮你发射卫星了 我卫星也不还给你 连你火箭要发射的火箭预付款 我也不给你了 现在这些卫星在哪里 在仓库里 某一个俄国的贝克弩 他贝克弩是他重要的发射基地 那贝克弩的某一个仓库的某一个房间里面 我觉得很搞笑 就是你看了以后 真的是哭笑不得 你也觉得很难过 说各国之间原来的美好合作 那会被这些政治啊 军事啊搞乱了 但是看了这些 真的哭笑不得 所以就放下吧 对对对 所以英国现在终于放下 可能是要了半天以后呢 他终于决定了5000万美金 一个卫星 36个卫星 一个大概值150万美金 所以36个是5000万美金 他也不要了 火箭发射预付款也拿不回来了 有一个新闻 我想先说一说可不可以 跳一下 2017年被发现的 当时叫他星体 一种星星的状态 而且还命名为赤后星 Scout 对 Omuamua是夏威夷的图语 因为这个外来天体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2017年节目就讲得很高兴了 对 因为是夏威夷的Penstar 泛星天文台 1.8米的望远镜 对全天搜寻的时候 发现 看到了 可是看到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绕过太阳 已经穿过地球轨道 往外都走了 很可惜 他7月份的时候就接近太阳 如果7月份就知道有他来的话 你连续7月8月9月观测 你甚至如果有现成的小卫星 发射上去一个半飞 半着他飞 你去拍照 说明看了一个外星人 在他的驾驶舱里面 跟他跟你比 耶 这样子的 这个新闻正在说这件事情 说近日五角大厦所属的 全领域异常现象解决办公室 这是一个办公室 这是一个机构 全领域 宇宙了 异常现象解决办公室 不但发现这些异常现象 还得解决他 这个主任表示 不排除 伺候心 也就是这个 是外星母舰的可能性 大川先生我先讲一个 就是美国政府也大到官僚到不行 你可以想象2007年到2012年 这五年之间 2023年 07到12 这五年的时间 五角大厦 美国五角大厦 设立了一个新的计划 叫航太威胁辩识计划 你不要 大家以为是飞碟 或者是其他东西 其实是对你的军事威胁 那这一个计划 专门调查 我们说UAP 就是不明航空现象 那调查一阵子以后 觉得我们还需要有个真正的特别小组 叫不明航空现象特别小组 就成立了一个小组 再把这个名字改名字 叫空中物体同步辨识管理小组 最后把它叫做 全领域异常现象解决办公室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最后 原来他有个演变 从2007年 你就知道美国国防部有一批人专门就每天工作就是想名字 就是了 对 但是呢 他访问了他的办公室主任 叫Kirk Patrick 然后跟哈佛大学一个教授 叫做A.V. Loeb 然后O.E.B. Loeb 这个Loeb其实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资深天文学家 直到他对Omouamoua表达意见为止 怎么说 因为他说那是外星人的阻力界 他是第一个说的 对 他是学术界第一个人说的 那就被其他的学术界骂得万死 可是现在这个全领域异常现象解决办公室 似乎复案了 做了做了这个学者的Footnote 你说有点像是复议 复议他 追随他的追 可是他真正你想想看 如果他不复议的话 如果不追随这样的说法 他就拿不到经费了 所以他还是为了钱吗 这是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不明飞行现象 好好研究吧 但是我们需要说 在这一个Omouamoua经过了之后 隔了不久 下一个天体又穿过了太阳系 是 就是他的离心率已经超过了一 离心率一是抛物线 就是只绕一次 那离心率小于一就是个椭圆 他就不断回来 一般我们像哈雷彗星离心率 那个椭圆就小于一才是椭圆 那超过了一以上的叫双曲线 双曲线那个角度太勤斜了 太阳根本抓不住他 所以那种太阳旁边高度擦身而过 还是会受到太阳重力场影响会转弯的 那转弯就飞出去了 停不住的 那这个东西呢 所以呢 有人就认为说是来自外星的主力箭 而这个欧姆阿姆阿可能会派出小型探测器 越讲越悬了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你形容这个欧姆阿姆阿的形状 像一根雪茄 对 是不是 6比1 1比6的一个长款比例 它不是一个自然界的结构 所以更加我们会更加的想象 它是一个主力箭 可是大春雄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个办公室啊 什么什么解决办公室 竟然发表这样个理论 说它有可能是外星的母舰 是个航母 是 那到了太阳系以后呢 其实已经释放了很多小型的探测器 来到太阳系里面 所以你知道吗 不止DOD会拿到经费 你现在连CIA跟FBI都有经费了 就它可能地球上到处都是 外星人的小型探测器了 不够 如果经费再不够就印美钞 是不是 然后拿我们当提款机 对 加州夜空神秘光芒引起注目 天文学家认为是太空残海 刚好是在赶在那个3月中旬 美国人的Saint Patrick Day 是跟阿尔兰有关的绿色的结 他要把整个的河流染成绿的 对 但是他们注意到天上出现了40秒的好多亮亮的光线 朝向同一个方向移动的 亮天体在同一个方向移动 但是后来他上船了以后问怎么回事 那哈佛大学回信 有99.9%的把握 是太空残骸 这个太空残骸是什么 是国际太空战役组日本设备 不用了 要报废了 直接扔出来 对着地球跳下来 而且你竟然让美国人在沙加缅度 在北加州看到 那不是很不负责任吗 是 为什么这时候他又不骂了 你在沙加缅度 你不是在海洋上空看了 你在沙加缅度 沙加缅度是加州的省会 是 那310公斤的设备 不用占用太空站的位置了 因为已经用不到了 所以这个日本东西直接丢出来了 返回大气层的时候会燃烧殆尽 我就不知道你这怎么说的 美国太空司令部已经发布了 这个叫做责任太空行为的规范 这个规范是有强制力的吗 也没有啊 你想是马斯克把他的跑车都送上去了 还在还在 跑车还在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 像我们各位听众 大家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有一天搭着太空船出去外面 毕业旅行去 飞着飞着突然看到 那辆红色跑车从底下呼呼下过去 垃圾不只是实体的 有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光 或者是影子 低轨道的卫星大量的出现 使得哈勃望远镜 也开始成为垃圾的受灾 对预告一下 四月份的科学人杂志 就会以这些低轨卫星 对夜空的伤害为主 有非常漂亮的 露林天文台的画面出现 再说一遍 就是这些低轨道 很重要的这个是置入啊 耶 露林天文台跟科学人杂志 很高兴我们本土的东西 最后啊 NASA无人太空船是非成功 2024年将要载人绕月 这样就是Artemis 就是Artemis 对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